余祖 敬礼 敬礼 那 十月二十四号 控告美国政府以后啊 美国政府啊 才 将台湾的真相 透过 美国的国务院 国防部 国家安全会议 还有CIA 才透过这几个单位啊 跑到台湾啊 跟我面对面 交谈 后来他们发现说 哇 本来想要 把台湾的地位啊 遮盖一百年的 通通都被打开了 他们非常震惊 那包括今天的日本的外务神啊 也是一样很震惊 所以 日本也曾经派了 三位到台湾来学习 一样跟各位坐在这里一样 学习什么 学习台湾地位跟战争法 因为 在 1945年8月15号 日本投降以后啊 日本人的 胆量啊 已经都被吓得破掉了 都已经没当 特别是他们 他们当时以 战败 然后那种内心的煎熬啊 胜过所有的一切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日本打败仗以后啊 很多人的家庭破碎 坦白讲那个时候 他没有想到说 我们的高沙族 各位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高沙族没有 知道 什么叫做高沙族的 你举手我看看 高沙族 来 我们 日本对 日本对藩人的称呼 高沙族 我认为是对一半 所谓的高沙族 在日本人他的定义 就是属于啊 住在高山 因为所谓的原住民啊 正如那个我们的林永成 他讲过 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原住民 另外一种叫做原住民啊 日本日据时代 日本统治的时代 他把住在高山 就是住在山上的这些 原住民啊 称为高沙族 那住在平地的 他把它称为原住民 也叫做什么 叫做他们日本 所以我是不太想念这个字 因为我这个念的话 有的人会认为是很很很无辱 所以我自己啊 感觉到那一个字 我是很不愿意讲的 他叫熟翻 石翻 啊 生翻就是高山族啦 就是那个十四族啦 现在的十四族啦 其实齁 都不得了啦 翻的是什么人 这中国人 这是翻 翻阿会 你怎样什么意思 翻阿会是什么 火柴嘛 火柴是外来的 所以叫做翻阿会嘛 对不对 阿会是什么 番茄 番石榴 这种的 都翻就是 从外国拿来的 才叫做翻阿 阿所以 说起来的翻是什么人 中国人是翻阿 到底台湾 本土台湾人也是翻阿 所以各位 你们的立场都搞错了 最早 我住在三零七齁 有几位阿美族的朋友在讲话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一共谈到国语啦 他说你们在讲国语 哎 国语是什么 你们在家里讲的那个话叫做国语 阿美族或者是州族 或者是这些这些十四个族所讲的话 才叫做国语 北京话 就是什么 翻阿会 那个才是外来的 你都说不对 不是说 中国人说的才是正统 错啦 今天我们在这里受训 就是要跟各位说 跟大家讲清楚 我们才是真正台湾的主人啊 你只有拍手喔 你也是解救不了你们的族人啊 你们要回去以后 要开始在地方上 用你多嘴的嘴巴 让你的族人知道 我们今天所讲的 不管是你阿美族话 或者州族话 那个才叫做国语啦 现在所讲的那个国语是外来的 是翻阿会啦 你都说 搞错啦 是怎么说翻阿会 叫做翻 外来的嘛 所以北京话是外来的嘛 所以北京话是什么 翻阿会 那些真正的翻阿会 要把我们所有的高山族的十四个族 跟平埔族的十个族 这一些人 我们要另外 另外我们本来 美国叫我们成立六个州嘛 这六个州就是宜花东州 台北州 台中州 台南州 高雄州 跟澎湖州 我们经过开会以后 我们决定 要把澎湖州并到高雄州 而成立一个叫做高沙州 这是给各位全力的 当民政府执政的时候 这个日子到来非常的快 我告诉你 快到你会简直就是不晓得说 啊 怎么会这样子 到时候很多的本土的台湾人 都会想向你们学习你们的语言啊 你们讲的话才是叫做国语啦 你们不要认为那个北京话叫国语 是不对的 你们都弄反了 今天那接着下来就是说 你们会觉得说 我受训三天两夜 这样就够了吗 不够 绝对不够 接着下去是要做什么 现在的所有的 高沙族人 只有四十六万 如果按照正常的话 当时台湾有六百万人 日本人占四十万 通通被他送回去了 战争法的规定这样是不对的 不能把那个四十万的日本的本土的日本人把他送回去 这样是不对的 当时的蒋介石曾经想要把台湾人的六百万全部送回去日本 美国后来讲我们不能这样干 可是苏联这样干呢 苏联把北方四岛有一 大概一万七千的日本人啊 通通用船把他送回去日本 然后把北方四岛霸占 这是按照国际法 把人送走以后变成无人倒 无人倒国际完 谁先发现就是谁的 那今天啊 我们要跟所有的高沙族人 来讨论 以后 我们本土台湾人 为什么讲本土台湾人 其实在战争 在就今天和平条约上海公报里面 所有的台湾人称为什么 the people of 台湾 这是上海公 那个台湾关系法里面的台湾人讲什么 the people on 台湾 很可怕 台湾人看不懂 the people of 台湾翻译为台湾人 the people on 台湾也翻译为台湾人 奥妙在这个地方呢 今天我们把这个美国的谜题把它打开了 所以美国已经没有办法 美国说OK 我愿意把政权交还给你们台湾人 可是你准备好了没有 各位 你们准备好要接政权没有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你们一定吓一跳 我来受训 我一下子说要接政权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你会认为说 我只有这些人我要接政权 我够吗 我又没有从政的经验 台湾人包括各位在内 400年来从来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国家 现在的所谓的国家是什么国家 是中国的国家流亡跑到台湾 所形成的叫做中华民国 其实他是一个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其实不能叫做国家 今天美国一直期望说你们台湾人要站起来啊 你想要成立你们自己 我们这个昨天跟今天上了很多课 你已经发现了 高沙族人被中国人也好 还有一些不需要的本土台湾人敢 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已经把你敢到山上去了 你们生活现在很快乐吗 我不认为你们很快乐 大家都做到要死 我看大家都嘛 那个手啊都很粗耶 我看大家都跟你握手我知道啊 每一个人都很努力啊 贪不账呢 其实我们不应该过这样的日子 那要怎么办 到底是你们这一代受了苦以后 你们的下一代要继续受苦 还是说受苦到我们这一代就好 我以前很会念书 我小学毕业 我是南部人呢 我是云林县很穷的一个县 但是我的家庭环境还不错 我小学毕业就到台北参加联考 我考上第一志愿 我的数学100分 然后我的初中大同中学毕业以后 我又考上建中 我的数学也是100分 5万多个人 9个100分我是其中的一个 其实我跟马英九是同一届 可是他是保送 我是考进去的 那今天 过去台湾人也好 高沙族的朋友也好 你们不是说应该过这样的日子 因为你过去没有机会受教育 可是那些中国人 马英九等这些中国人 他们有特权 而且他们赚钱很容易 靠什么 靠压榨我们 我们不应该当兵啊 我们是被占领 哪里有说占领的人要去当他的兵 美国跟伊拉克打仗 伊拉克被打败了 他有叫伊拉克的人说你要当兵吗 没有耶 琉球美军打败了日本投降 琉球被美国接管 有叫琉球的人去当兵吗 没有 我为什么要当兵 我为什么要去交税金 为什么分给你的土地 是在山上 为什么 过去的高沙族所有的人 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我认为要讨回来 所以我常常跟我们民政府所有的干部讲 今天如果让高沙族的人 占一点便宜也是应该的 因为过去啊 这些人吃亏啊吃太久了 现在如果让高沙族的人拼啊 下边应当的呢 你知道全世界原住民 享受的待遇最好的是哪里你知道吗 在纽西兰 纽西兰 白人把这些人 赶赶杀的杀 赶到赶的赶 赶到最后呢 他们后来也良心发现了 如果那个原住民有一个协会 后来纽西兰将最好的海的那个 那个海港的一块地啊整块地呢交给原住民 所以纽西兰的原住民啊就不用工作 每一个人啊钱很多 我的看法 今天的高沙族的台湾人 也应该有同样的待遇 所以我们正在研究 我们原住民在民政府里面 除了主席以外有五位副主席 其中一位副主席就是原住民的副主席 潘先生啊 我看各位你看到他一定很亲切 他那个皮肤很黑哦 不是涂黑的 生下来就很黑了 我不是说哦 皮肤白的就是表示平地 不是这个意思啊 做到要死呢 另外我们有一位 我们原来的那个原民大使 就是我们的五先生啊 五念田先生啊 那我们觉得说五先生啊 应该把他提升为高沙族的 高沙州的州长 因为我们把澎湖把它并到高雄 特别把高沙州啊 所有的高山高沙族的 通通并为高沙州 将来也是跟台湾人一样 六个州里面 要一样享受 应该享受的待遇 如果我们有预算的话 高沙州的预算 不会比其他州的预算还要少 我们所有的高沙州的朋友呢 我们政府 台湾民政府一定要把土地还给你们 这种还不能用口号来讲 要用法律去把它限制 不能够说 这个台湾人或者是中国人去给你买土地 用骗你的方式 要给你骗很简单 很简单 你知道他可以怎么骗 我教你方法 本来你这个土地是价值一千万 你手上没有钱嘛 我借给你个十万 后天你用完了 再借给你个十万 借到有一天 也许是五十万或者一百万 跟你要钱 你没有办法把这个钱还给他的时候 怎么办 我这个土地交给你好了 一千万的东西可能五十万或者一百万 就交给别人了 类似这种事情太多了啦 以后在民政府时代 如果有这种情况 我们会颁布一个法令 所有欠这种钱一律不用还 所以你们应该要守好你们自己的土地啊 结果这些平地人 对那种山上乱啃 乱栽种东西 土石流 就是由这里造成的 所以我的个人看法 如果全台湾的人 要养这四十六万的人 一点都不难 我绝对相信台湾民政府会接到政权 因为美国已经至少他已经答应我们 我们有几个条件 第一 我们必须要训练四千人左右 才能够接政权 我们今天已经训练差不多八百人左右啦 已经半年了 但我们在加快脚步之中啦 有的人说 我年纪这么大方便吗 当然方便 年纪大派到国营企业去嘛 这有什么难的 反正更好 但是你不能说 因为想要当官 所以来接受训练耶 我不喜欢这样耶 你长在里面 常常会用当官啊 给你做官啊 给你一个小的好处啦 你就出卖自己了 很糟糕的一般人都会很自私 其实这个自私 是很正常的 你说我不会自私吗 我以前很自私耶 我以前赚很多钱耶 我是什么时候才觉得说 我应该替台湾做事 你知道吗 我以前 我想你们如果看电视 曾经看过我啊 我从中国跑出来就是我 跑了三千公里耶 我在中国的投资 我2002年6月29号跑回来的 我在中国投资7亿 左右的新台币耶 7亿的人民币耶 对不起啊 对不起 7亿的台币啦 那个人民币大概一亿五千万 我办了四所学校 四所学校我的收入是人民币 那个时候人民币差不多可以一年 收到差不多三千万耶 我很有钱耶 我的家族也很有钱啊 可是我 因为中国把我那个四个学校 强迫的没收以后 我跑回来 我在金门差一点就淹死在那里 我告诉你一个事情啊 因为我到今天我不想那是什么事 我在金门所发生的事情 我在2006年6月29号 晚上差不多八点钟的时候啊 我偷渡金门 坐的是山板一个人坐 离开金门海岸大概400公尺就叫我下船 那时候整个天很暗耶 结果呢我在那边从那走走走走走 金门的地方啊 因为一直是没有人走过 而且那个时候 防止中共啊打金门啊 所以有很多的阻止他们登陆的那个铁板 还有那个沙主要是那个沙 那刷很软耶 踏进去啊 那个鞋子就陷进去 第二步陷得更深 大概 在走一下子啊 我整个鞋子就被他被沙怎么样 被我刷拔走了 变成赤脚 也没有赤脚有穿着袜子 我爬不上来 走到那个沙啊 一直到膝盖的时候啊 我已经没有办法动了 如果你有经验的话你会 因为各位可能不一定有经验在海上面 尤其是沙里面 这一种如果是要行话的话叫做 他们说叫做种萝卜 因为整个两只脚陷在沙里面 拔不起来啊 坦白讲啊 我认为我会死 那个时候又开始脏潮 在我偷渡金门的上一个礼拜 同样一个地方 四个偷渡客啊 被地雷炸死 之前是脏潮也会淹死人 那我不晓得他为什么那些偷渡的时候 我有付钱啊 付了15万台币 那时候我有美金啊 我用美金去抵 我偷渡嘛 我是从成都啊 跑啊跑跑跑跑到 跑到厦门 然后再跑再偷渡进 进这个金门 在那个时候啊 我把手放在我的眼前啊 我看不到我的手很黑啊 是黑的啦 我认为说我会死 可是我不甘愿了 我说我今天 跑了3000公里 死在这里 太不值得了啊 那时候上面是有星星啊 我看着星星啊我发誓 我说老天你如果今天让我活下去啊 我剩下的日子我愿意替台湾做义工 我讲完以后啊 你绝对不会相信 我当时也不会相信 我的身边啊出现火团啊 三个颜色 红色黄色跟蓝色 开始在我旁边绕 我以为我在做梦呢 晚上才八点而已呢 我用手 我记得很清楚 我用手啊去抓我的那个 手背 会痛耶 表示我不是做梦 旁边就这样 在我旁边啊 那些球是这样绕 绕 这种情形大概有五秒钟到十秒 我到今天为止 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我本身是密宗呢 密宗是就是西藏那个密宗啊 可是我也常常会去教堂 我也很会做礼拜啊 什么都懂啊 基本上来讲我不迷信 出现这个火以后啊 很奇怪呢 没有多久啊 对面啊有人在喊 不是听得很清楚 可是有人在喊 我好像听到他们在讲说 叫我把手啊举起来 好像是这样啊 我想有道理啊 金门是什么 战区嘛 大概叫我投降 我就两手放这样 可是你知道哦 我只不能站很久呢 因为很累啊 旁边不是有一根一根的吗 黑黑的吗 啊我给他担 因为那个已经生锈啊 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 我随时都会戴着手帕 我就把它垫在那个屁股 这样一半坐着啊 诶 有两个警察 这个警察来之前啊 我在说明 为什么有这个警察 因为当时我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啊 我曾经打电话 因为我的手机放在这个口袋 我用那个时候从中国跑出来 我有手机啊 我用手机打 诶会通呢 在金门用中国的手机打 打给我的弟弟 我弟弟问我说 阿大耶 你在哪 我不知道耶 这里好像是金门耶 哦 因为我没有去过金门啊 然后呢 我弟弟他马上就告诉我说 那个金门的那个什么叫做 勤务中心啊 的电话 他说你打打看 然后他自己也联络 金门的一些朋友啊 打算要来救我 我打给勤务中心啊 我就跟勤务中心那个小姐讲 他说我跟他讲说 小姐小姐我要自首 他说你要自首 自首什么 我说我偷渡金门啊 那小姐问说你是哪里人 我说台湾人啊 他说你是不是在开玩笑 台湾人为什么偷渡 我说没有我真的偷渡 因为我没有证件啊 然后呢 他问我说小姐问我说 你在哪一个地方 我说我不晓得 我只有看到前面是森林 是黑的 后面是那个厦门的很 很大的一片的那个灯光 那个小姐跟我讲说 先生你不要开玩笑了 全部的金门都是一根一根黑黑的 反登陆的那个铁柱啊 警察绕的弯没有踏到地雷把我背上去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我真的是替台湾做义工啊 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没有没有要求回报 而且我都不拿钱 我后来以后我去当环球电视台的总经理 我当环球电视台总经理 我没有跟他们董事会拿过一毛钱 我一个月还帮他们赚了八百万 后来 环球电视台要卖给中国的康师傅 我一知道我当天就辞职 我当了一年又九天的总经理 到今天为止 我在努力的就是说 我要让台湾完全的脱困 我会去研究这个东西 主要是李登辉先生啊 在2004年我去他家 他告诉我林先生 你们台语听得懂吗 听不懂的有没有 有啦 他说你们台语 你日本在设计战争法 你如果要用战争法 战争法 把它放到台湾的地位 我当时很清楚告诉他 台湾地位已经很多人研究了 陈隆志 黄昭堂 哪里会轮到 他说不不不不 你应该把你所念的战争法 放到台湾的地位里面去看 看看会变成怎么样 然后他给我介绍那个老外何瑞源 我第二天马上去找 我说你们谁认识何瑞源 有人帮我介绍 何瑞源把他的东西拿给我 然后我再把我念过的这些东西 合并到里面了 哇 我真的是吓一大跳 原来台湾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一块土地 从那一天2004年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要过年了 我整个过年我都没有出去外面 我就坐在家里电脑前面 专门研究台湾的地位 整整三个月我没有骗你 我一脚都没出在外面 我吃的东西都一个朋友他来供应给我 他也看着很感动 我两个小孩都在美国 我太太已经过世了 19年前就过世 我没有再去 所以我很自由 一个人吃饱全家都吃饱 我开始研究台湾地位以后 我没有骗你 我当时所受到的那种内心的冲击 不一样 我不晓得你们的感觉 像今天来上课 上那听了那些课 今天那个大专生 听完课以后 有人想讲 奇怪 好可怕 那个林先生所讲的这个东西 我们在学校都没有学过 都不一样 对 因为不一样 所以你要来这里上课 今天我要一样的道理 要跟我们所有的高沙族的朋友讲 你要搞清楚 你才是台湾的主人 什么国民党让你当官 那种的都是假的官 那种的都是糟蹋另外的一些台湾人 美国告诉我 台湾人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占领者 一种叫做被占领者 占领者 占领者就是中国人 然后中国人很聪明 他利用一些被占领者 把他变成占领者 一些台湾人把你变成统治阶级 他们有一句话叫做以移之移 你听过吗 我们是以 台湾人没有能力反抗 因为台湾人不懂 那今天台湾人懂了 那你会问我说 为什么中华民国没有来取缔我们 中华民国到今天为什么不敢动我们 因为希拉蕊帮我们讲话 报纸有你们看过 希拉蕊怎么讲 南海的问题要用国际法解决 也有人去检举内政部 我明天早上上课之前我会发给你 检举说台湾民政府是一个判断组织 结果内政部怎么讲 我明天把那个文章发给你 内政部的文哦 他说台湾民政府 虽然用政府这两个字 不是违法的组织 那用渐渐化 没有人敢说我们不对 所以我们不是违法组织 所以你们来这里参加 可以很放心 你们今天来这里 已经是第几期了 你知道吗 如果严格来讲 11加2再加1 等于14期 在这里已经14期的毕业生了 如果要取缔我们老早就 我老早被他抓去关了 关了好几次 没有 没有啊 那今天就是美国已经提供给我们这个机会 你台湾人一定要出来讲说 你们台湾人愿意建立自己的国家 你不讲 谁能够帮你讲 那美国愿意把主权还给你们 各位你要不要接 你要不要接 我耳朵不好啊 当然要嘛 我们如果民政府接了这个政权以后绝对会不一样 我明天会告诉你 民政府的第一个政策是什么 18岁以上的男生跟女生 政府免费送给你一栋房子 你可以把它记下来 如果你聪明你还要问我 钱从哪里来 对不对 我不能随便开支票呢 那马英九黑白开 陈崔明跟你说要靠你自治 有没有 结果呢 胡说八道啊 我不会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钱的来源 你知道夏威夷吗 各位有没有去过夏威夷 有的举手 当然议员还不错 开玩笑 夏威夷 十个人里面 有八个人是从外面来的 做什么 观光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夏威夷的收入主要是什么 观光 各位不对 夏威夷的观光 只不过占他们州里的 百分之三十而已 百分之五十是什么 你敢不知 夏威夷州啊 租给美国的军队 当港口 当飞机场 那个租金啊 占百分之五十 所以夏威夷的本地人 跟各位一样 所谓的原住民 房子 一块钱 一年一块钱 而且还送给你钱 所以夏威夷的原住民不工作的 每天很快就在那边弹吉他 然后呢在那边等他 夏威夷 你知道日本女孩子很多啊 在那边打女孩子的主意 很多日本的女孩子都嫁给夏威夷人 当然女孩子也可以嫁给日本人 我在讲这一种是不是看不到的东西呢 今天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 我们会把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港口租给美军 中华民国这个烂政权是流亡政府 他在用我们的基地 也没有付给我们钱 没有呢 那是不对的呢 有人说给你救所在 没钱 你的房子如果租给人家都不用钱了吗 要不要拿钱 要啊 台湾人不懂 他跟你讲爱国 你就回去了 所以我给各位说 民政府一揭权 18岁以上的男女 一定会政府送给你房子 当然你现在已经有房子了 你可以先卖啦 不然你超过两间三天啊 如果你有父母亲有三栋房子 我们就不给你了 因为你父母亲三栋 你爸爸一栋 你妈妈一栋 然后你又一栋 我们就不用给你了嘛 对不对 这很合理嘛 但是你如果没的 政府给你 国于在民政府里面当官 有五倍的薪水 有的人说哦 怎么会那么多那么好 其实不多呢 我们分成六个州 州长啊 你想想看每一个州啊 等于现在的那个县市长 几个县 大概四个县 五个县 把那个钱给你应该的嘛 所以四倍五倍有什么困难 没有困难 那个时候台湾人也不用交税金了 为什么我们钱太多了 绝对太多了 一定会变成东方的瑞士了 但是对于这些中国人 我们现在开始发行身份证 就是要把中国人跟台湾人切开 彻底的切开 你们各位有拿到一本 叫做公民权利法案 这是经过美国批准的 算起来 大概只有1900万人 能够拿到公民证 大概有400万能够拿到居民证 那些中国人 另外还有 过去曾经批评台湾的人 我们不给他公民证 我给他居民证 点个绿卡啦 现在问题是 我们要做这些工作 我们没有人要怎么办 美国说我政权还给你 结果我们人不够啊怎么办 所以呢我们下一T次的 原住民的班啊 是定在9月的10号 11号12号 这三天 所以我希望各位 你不要自私呢 只有你自己来就好 所有的原住民都不要来 不够啦 而且要每一个组 14个组的高山组都要来 我们甚至于打出一个口号 如果是这个组里面 也许是第一个来的 或是这个组里面的头目 当然很多头目啦 那只有一个 一个我们给他优待 其他的我们没有办法优待 因为年底之前我们要自己撑呢 可是年底以后 如果这个预算 有一个重建基金一拿过来以后 那有人说你哪里知道有重建基金 有 我有写一本书叫做 台湾最终地位的第三册 里面都是英文的啦 其中有一个300多几页我忘掉了 那个地方有那个钱的来源啊 就是2亿4千多万啊 在1946年层层 有去申请 那申请以后 这个美国资金把它扣住 每七年翻一倍 七年翻一倍 到今天刚好400多亿 这个钱就要帮忙台湾重建 以后在台湾 我们希望高山族 就是高沙族啦 高沙族的这一些土地 台湾人不能去碰它 高山族 高沙族 高沙族 高沙州 只有 有那种高沙州的这种血统的人 才可以去买卖 这样才是对的 你如果不懂 那政府民政府教你 教你怎么做 我相信各位都是很能够勤劳 能够做事 我看大家都做到这样 整身裤都黑黑呢 晒太阳嘛 女生看起来比较漂亮啦 因为我不夸奖她们 她们会生气 女生都比较白啦 太阳晒的不够啦 所以呢 我要今天要讲的就是 各位呢 利用我们今天这个会 你可以提出来一些意见 因为只有三天啊 如果你将来 你回去以后 你看那个网路上 什么时候 有那个课的时候 不是不一定是原 这个高沙族的课啦 原住民的这个课的时候 你也可以来 可以来旁听 你可以得到一些新的消息 你有这个证 你可以免费来这里住 但是吃啊 要自己付钱啊 很公道嘛 对不对 用这个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说 你要去把这个证要去做 做好 然后你用这个证 一看到你有这个证 就知道你是学员 你可以来这里住 但是吃饭 对不起 自己要付钱 合理吧 都这么小的 很不高兴 合理吧 合理嘛 对不对 要吃什么 自己付钱嘛 这样好不好 那 你要跟我们保持联络 就是说 当然你们今天电话 我们都有 你有email 我们也有 我们随时会通知你 而且美国政府 有这样的规定 你能够撑到明天 能够毕业的 美国政府 听清楚 不是我 美国政府送给你一面美国国旗 已经有800位学员 在第三天的时候 送给你一面的国旗 要求你把回去以后 把这个国旗啊 挂起来 你不能用竹竿喔 你不能随便弄个竹竿 把那个美国国旗挂起来 那美国会生气 我告诉你 绝对不可以这样 可是呢竹竿不能挂 那就要用那个旗桿 那个老鹰的那个旗桿 这个又很贵 我也没有办法送给你 而且这个也没有这么多 也没有多少 这个美国内政部送给我们的 我们有同 我们一样的同仁啊 同心啊 那个 把那个老鹰去copy 我copy的一模一样 但是用塑胶的 一根 它的本钱就是400块 我希望你买 买一根 当你不买我不反对啦 你在外面说 外面有在卖150的 我也不反对 你去用那个 但是至少 不能用 竹竿 还是那个竹竿 你 还不错啦 塑胶管至少比折胶 比折胶 你用塑胶管 你上面那边 那要怎么 用牛啊 有牛喔 好啦 你们有创意啦 有创意 我是说喔 你们烟少抽啦 买个400块 那个没有什么啦 对不对 但我没有强迫啊 你不要认为我在卖东西啊 我没有在卖东西啊 因为我有发过誓 我不能卖东西啊 我是给你建议啦 我是建议说 有两面旗子你要带回去 这三只啊 要插起来 啊我知道有插下去喔 有很多的管区喔 都怕到耶 跟你说 你为什么插美国国旗 其实这些人心里有鬼了 啊你可以告诉他 美国不是你们中华民国的盟友吗 为什么不能插 盟友嘛 所以你插这个东西啊 名正言顺 但是你插这个棋子 美国会看得到 你说美国怎么看得到 他有人造卫星 而且有的人 会到你那里去给你拍照 你看到那些拍照一定是美国人 我给你插钱 到你家里去拍照 到你家里去拍照 美国要看说 到底 台湾人欢不欢迎美国人 因为国民党一直在丑化美国 像有一个春日满那个渔船的船长被打死 你你记不记不记得有 最近有这个事情有没有 你知道那个是怎么怎么一回事吗 他们有跟我讲啊 你为什么不替他出面 我去查了以后我不敢出面 理由是什么 那个船长他的船啊 是被海盗 索马利亚那边的海盗 把整条船都抓去 然后威胁那个船长 替海盗船去开 开了以后要去抢人家 结果被美军打死 那我请问你 你敢敢出面 他开的是海盗船喔 虽然他是被强迫的啊 也许啦我不知道啦 如果美国会不会赔 不会赔 你海盗啊 你敢动作海盗啊 所以当然不会赔 所以我们要处理这种事情 要很小心 对的我们一定出面 你看嘛 我在这里讲课 不是那个美国AIT的那个 那个发言人出来接我们东西吗 我们跟美国的确是非常接近 因为我们已经告美国告到欧巴马 很下不了台了 欧巴马当选的那个时候啊 第一件事情 他说我才刚刚当选 你们竟然有人告我 他说Roger Lin是谁 他说我啦 我是谁啊 问他们 结果呢 叫那个华尊恩DC的台商代表去问 他说我不认识 这件事情有两个单位告诉我 欧巴马非常不高兴 一个是谁 一个是CIA告诉我 一个是国家安全单位 不一样的单位同样的事情告诉我 那我就知道说 哦 原来美国很害怕人家去告 所以我又告他两件事 第一件 告国务院 我为什么告他 你美国在琉球 发给他们是军事政府占领下的 美国护照呢 那个时候琉球人要出国啊 是用美国护照出去的呢 我们的网路上面有相片 你自己看一看 那我为什么台湾人今天拿中华民国护照 我不是中国人呢 所以我到今天为止我不出去啊 所以我们在开酒会的时候 他说我没有去啊 美国说你为什么不来 我说我没有护照 他们就开始笑 他在笑呢 为什么笑 他说你可以去 我说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 我当然不能用护照嘛 所以我已经十年没有出国呢 我说我跟美国说 你把我关在台湾呢 那我是给他压力 所以他最近哦 他说 要跟我们民政府的一些人见面 其实我不能讲那么多 他要我派人哦 那我把名单开给美国 以后啊 美国看一看 以后跟我讲说不行不行 你没有来不行 那我说我没有办法去啊 他说这样啦 我叫AIT 弄一个特别护照给你 可是我说你给我也没有用啊 我出不了那个中华民国的海关啊 他说不用啦 从青泉干飞过去 从青泉干堆的呢 不久就会发生 但是我还是认为说 你美军进来 我开始发身份证 我用身份证可以经过你美国所设的海关 或者由我民政府去主持两个海关啊 自己控制自己 所以我认为很有可能 民政府跟中华民国 会开始怎么样 两个政府美国同时承认 因为这样的话会无缝接轨 就是政权移交的时候啊 我们不是像中华民国要政权哦 我们是像谁 像USMG要政权 所以中国中华民国跟我们 没有关系啊 所以中华民国 你没有必要去跟我对抗嘛 我们也没有必要跟他对抗嘛 你要干什么是你家的事 但是 选举我们要拒绝他 这台湾人想不清楚了 台湾人想不清楚 包括在座自卫 我一定要去选啊 我为什么不去选 我隔壁的邻居那个有帮我的忙呢 昨天送我米酒十二瓶呢 我去投票给他嘛 真的有人这样呢 我没有骗你呢 对不对 你们心里有数都会笑 抱歉 十二瓶米酒就给你买到 你也拜託 你有去投没有去投没人知道 对不对 当然啦 可能会知道啦 你那天就生病嘛 不要去投 为什么不要去投 因为你去投 等于承认你自己是中华民国的人嘛 因为民进党是什么 民进党的党纲第一条叫什么 我们叫中华民国 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还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 怎么会主权独立呢 我们也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啊 今天一定要这些人啊 台湾人啊 团结起来 让投票率降为百分之五十以下 美国才会进来 其实现在也不用了啦 我们训练四千个人 或者我们的身份证 能够花六百五十万份的时候 好 政权还给我们 说简单啊 很简单啊 说难也有点难啊 才八百位 我们在这里训练的钥匙呢 每一个礼拜这里 我要睡那个硬板床呢 当然你们也许很习惯啊 我真的很不习惯啊 我一辈子都是摔着探望床 但是为了跟大家同样 我们在座嘛 有跪下的跟同一间呢 同房睡觉都有跪下的嘛 我真的困硬板床呢 我刚开始我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我真的没有办法睡 这样睡也不对 这样睡也不对 没有一个方向是对的啦 后来我就趴着睡也不行 但是都过去了啦 路边到第二天就睡得很好啦 第二天很累就可以睡得了 所以今天晚上各位睡觉 应该会睡得很好 但是昨天我观察各位睡觉 大家都很快耶 躺下就睡着了 我很羡慕耶 我要等好久才能够睡耶 大家都坐着就睡下去 表示各位 在家里就很努力 都做工做事 后来也不用这么干擾了 台湾人有钱 后来一定是瑞士第二 待会呢 给各位发表一些 你有什么意见 我们记录下来 我说太多了 原住民的副主席 要说一句话 要不然都把他接了之后 明天我还有课 我给你说看看好不好 待会大家想看看 待会要说什么原因好不好 我们秘书长讲的都非常精彩 那么 我们原来是自己是主人 那么现在好像变成边缘人 那么我们要自立自强 我们自己要找回信心 以前我们的祖先 就是高沙族的祖先 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还有日本拍这个高沙义勇军 到南太平洋去作战 这个丛林战 我们高沙义勇军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 这些战时的这些英雄 日本政府就把它列入在日本的那个中 那个 晋 晋国神社 就是类似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那个中类词 那么他们有这么好的表现 其实是我们高沙原住民的血统 就是很适合在高山丛林里面作战 所以美军就最害怕 被高沙义勇军带领的这些日军 他们在作战的时候 可以说是来无隐气无中 那么就让我想到说 以前国民党政府 跟共产党在内战的时候 那么有些 国民党的那个 军队被共军俘虏 后来 韩战爆发的时候 就把这些 国民党军送到北韩去参加 那个抗美援朝的作战 那又有一些人被 南韩的部队美军把他俘虏 那么那些人又送回来台湾 那么国民党政府又怕 怕那个恐怕是共军 放了一些间谍在里面 所以就是命令他们都要在 隔壁上是反共议事 但是又有给他们一些特权 比如说搭公车免费啦 那么这些人说挑白起来 搭公车都不排队 那有一次我们原住民也在那边排队 那那个 反共议事齁 他又插队 那我们原住民的这个 同胞就跟他呛一下 你为什么不排队啊 那他说 我是一包欸 蛤?你一包? 我三包都排队了 你一包不用排 所以我们不要输他们 我们把高砂医勇军的精神拿出来 好好替我们这个高砂主 我们自己是主人啦 不要忘记我们是主人欸 那些凡人我们以后要弄理番政策 或者好好来给他教育 再教育一下 那下面的时间 我们听大家的意见 大家有什么 对民政府啦 或者我们高砂州 将来有什么愿景 对 那我们请林永成司法大臣 来帮我们说一下 OK 各位 那今天 那个白天的时候 比较不好意思 讲到 讲到课程 讲到哽咽 讲不下去 那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抱歉 那我希望说 我们各组的那个 那个高砂主 我们现在就用高砂州 然后啊做为我们 那个 那整个那个州别 到时候我们的政治资源 就是从高砂州这边好编列出去 那 那个 一共有24个组 那个 这个部分 可能到时候就是 那个所谓的郡 以郡的那个方式下去做 那个他的政治资源分配 所以我们的 那个 整个政治资源 就不需要再跟 那个 那个 所谓的 目前的政权 这种方式下去运作 我们要向他低头 要去跟他拜托 这都不对 我们是自己的主人 预算我们有一份 这个国家 我们有一份心力 这都是我们的 都不是说 都是要 希望他们来施舍我们 就像我刚刚 我那个 那个白天的时候 讲的 讲的课程 他画给我们的土地 全部都是一些 陷阱的 都是 不是违反那个 森林保护法 就是违反水资源保护法 不然就是违反 保安林保护法 不然就是违反 国家森林保护法 所有的法律 通通都是加住 这些法律 全部都是绑住我们 高砂族的 没有一块土地可以用 我刚 我就是看了那些土地 然后就想到 我们 我们那个大满族 已经不见了 真的是很痛苦 我希望说 不要再有另外一个 大满族出现 那我们大家要集合起來 除了说我们自己的族群 这一期的阿美族最多 我是觉得 要跟阿美族 学习一下 要有这个集合精神 我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 通通没有特意去找阿美族的资料 可是找出来 全部都是阿美族 我觉得阿美族真的是 真的是我们的先锋 我希望说 大家要像阿美族 大家都要像阿美族一样站起来 像目前在运作的希拉雅族 希拉雅被那个 新华林场那边 被侵略的这个状况 站出来的有两个族群 第一个就是阿美族 当然他是谁 我不知道 他可能用假名字 可是在幕后组织的就是阿美族的 然后在平地 那个我们那个 平埔族 其他的一些 那个横向的组织方面 是葛哈乌族的那个 賴小姐 我不要讲他的名字 賴小姐 他们的那个 算是总干事 在运作 这些我都要 没有办法一一感谢他们 那我就 借这个机会 让大家知道 我们必须要做横向组织 把我们高砂组 24个族群全部 大家 通通都要集合起来 不要再被分化掉 我们成为 我们现在成为一个高砂组 越多的人加入的话 我们分配的整个 分配的政治 政治领域范围会更大 那我们以后的 那个土地 就不要像我们 我早上 讲的这些 都是一些 不能开的一些地方 强迫我们的孩子 必须要四处去流浪 又要到层数里面 去跟人家讲人家的语言 这都不对 我们要画一整个区块的 一整个区块的 当然如果说 因为我们先天上 体能比较好 想说啊那个 喜欢那个 就比较自由自在的自然生活 那我们可能就是会 那个就用那个 那个公务人员 去那巡山员的资格 去跟他任用 让他也可以 安安无论的在山上过日子 那可是就是 他就是要帮我们 照顾这一整个区块的 整个森林的部分 我希望是做 这样子下去做运作 把我们自己 那个在台湾的血脉 这个部分 大家好好的下去经营 不要再被分化 希望能够 各位回去 除了跟自己 族里面的朋友 那个分享这个讯息以外 也要跟其他你认识的一些 原祖民的朋友 就是我们高沙族的 那个其他的族群的朋友 大家都要团结起來 大家一起来 我 我早上讲的那个希拉雅的部分 他 就光把我们 他来这边上课 就光把我们的气质插上去 那个中兴大学校长就下台 就这么简单 那到底后续还有什么状况呢 8月28号就知道分享 看他敢不敢猜 就看他敢不敢猜 我希望大家共同来关心这个议题 那当然如果其他的各族群 阿美族已经很多的地方 通通被流失掉 这些部分 等我们掌政之后 我们要一一的再 把这个公道讨回来 把这个土地讨回来 把我们的 那个祖灵的 那个地方讨回来 那我希望在这里 那个跟 也跟各位 做一下那个感谢 希望大家多多努力 好感谢各位 谢谢 林永辰 你本身是州族嘛 大满族 坦白讲我不是很懂 这个很抱歉 我真的不是很懂 但是我可以答应各位 台湾民政府有两 至少有两个大臣 一定是由高沙州的人来担任 第一个就是林路大臣 管全台湾的林路的 一定由我们的高沙州的人来担任 第二个就是国土规划 以后 台湾民政府 要跟其他的五个州 加上这个高沙州 这个六个州讨论事情 一定大事平起平坐 大家座位来说 而且应该我有说过 要让我们高沙州的人 能够占一些便宜 因为过去啊 占你们便宜占的太久了 现在要烦一些了 这一点 如果我今天还在的话 以后也在的话 我一定会遵守我的诺言 其实美国政府要求我不要入阁 所以我是不会去当什么阁员 不会 美国政府是要求我当哪一个职位呢 国安参谋联席 联席会议的执行长 所以这个职位 就是要掌管台湾江南的路线 不能走偏了 所以呢 我相信我如果这个职位呢 我会做得很好 所以所有的论述 几乎都是我在写 好好 行长好大家知道 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 另外呢 你们这名片回去可以 你们有没有我这个名片啊 楼下有我的名片自己拿 拿了以后你们可以按照我的名片 一样去印 可以去印 那你上面呢 你没有你现在没有职称的话 没有关系啊 至少你是这个台湾民政府的成员嘛 或者呢 将来这个我们这个州的州长 他会组织内阁啊 如果你们担任内阁 其实以各位在座啊 可能还没有办法组织内阁啦 可能大家要再回去啊 要再介绍一些好的朋友 有能力的来受训 他们现在受训很好啦 前面的至少可以张个什么 州的参议员啊 州的内阁厅长啊 啊越晚来喔 越越小啦 到后面可能只有村长啦 说一下 开玩笑啊 那个是开玩笑 但是我叫大家多多介绍朋友 当好我也知道啦 从台东花园喔 只开车开七八个小时 你们花的钱 比这个报名会贵好多啦 所以我是这样想啦 你们可以提早来嘛 你们提早一天喔 慢慢坐那个慢车喔 小胸嘛 坐慢车来 就住在这里嘛 提早两天也没有关系啊 提早两天就是我要等啊 你们可以住这里啦 这样可不可以 提早两天来 就不用花那么多的车费啦 啊不发车费 因为你今天是要拿到资格啦 受训的资格啊 那是一个门槛啦 我也没有办法改变啊 有人说哦受训一天就可以吗 为什么要三天 我更喜欢受训一天就好 甚至一半天耶 我不用待这么久耶 我们的总理 我们的议长 一样耶 三天耶 他们年纪比我大耶 他们比我更辛苦坦白讲 啊所以呢我就不敢讲哦 所以各位各位哦 你可以跟你朋友说 如果他要受训提早来 提早一天坐慢车可以吧 反正有时间嘛慢慢坐嘛 这样赚的比较多啦 好好好不好意思 我的名片上面有啦 我的名片上面有啊 有那个地址啊 对不对 桃园龟山圆林坑路100号之一 你们楼下去拿我这个名片就可以了 你去拿啊 有我的名片嘛 上面就有地址嘛 啊你们回去就自己印名片啦 印名片一盒大概只有80块或者100块而已啦 哦自己去印嘛 那人也知道你什么人 对不对 好不好 哎有没有问题 我有上个问题要请教我们秘书长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还没有来以前 这个五年前这个州长 就已经给我们一些资料 有关于这个 今年的6月30号 把军机 坦克车 自身机的那个 国民党的党位都已经涂销掉了 可是有人发现 我们很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把话传出去 真的没有涂销到怎么办 果然没有错 自航激烈的飞机还是有 有那个 就是国民党的党徽 到 海中基地啊 还有 战车的部分我也问过 在花园受信的 在花园当兵的一个士官长 他说好像还有 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这个疑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是我们是原住民 如果是比方说一个女孩子 嫁给 嫁给外省的 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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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要花一百块 ok 讲那两个 我的话 一万块 一百块 我要吃一天的檳榔 痛苦 这次不用 那个 如果 嫁给外省 中国人 再这样上25块 嫁给中国人的话 但是这个中国人呢 很疼老婆 老婆呢 也把他的孩子 啊 儿女 的名字 通通改 原住民的姓 他的老公 也很赞同 啊 非常支持原住民 他的老公 也支持原住民的很多活动 那这些人怎么办 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讲的 我上次体验到了 我从玉里搭车来 因为 这个慢车啊 这个不要搭 浪费时间 而且花的钱更多 为什么呢 我要等的车是一点多的 一点零六分 啊这个 十一点都我肚子吃饿了 我要买一个便当 还有槟榔 我总共到这边来 我要到这边去 诶 听说没有饭了 我又吃了一个便当 我总共吃了三个便当 那个多出来 差不多两百块了 这个这个这个 之前的话很快 到了 马上可以休息 就这一下我们历史长 这一点真的我亲身体验了 好 谢谢 你的他的体验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啊他的一个 一个讲说那个logo都没有去掉 那我也回答你了 同样的话 在两棋上面的一棋 有受讯人跟我讲 他说我住在屏东 屏东上面的那个飞机 那个logo还在啦 那我跟他讲说 你把那个照片把它拍下来 给我 我来跟美国讲 结果呢他昨天打电话给我 好高兴啊 涂掉了涂掉了 我说什么涂掉什么 飞机的那个logo涂掉了啦 你上一次受讯不是说还没有涂掉吗 他说已经涂掉了 我说好那涂掉就好了嘛 所以他到处在宣传 今天也许是台东花莲这里 比较慢 可是我保证一件事 他一定早晚非涂掉不可 美国已经下令了 你放心啦 一定涂掉 不是说这样 全部要涂掉 包括那个帽子上面的logo都要拿掉 我告诉你 帽子上面那个东西都要拿掉 我没有骗你 他一定要拿掉了 我在台中的那个高铁的车站 看到很多那个军人 那个logo都拿掉黑黑的 涂黑黑的 我问他说 你上面头黑黑的 他我不曉得 我们长官叫我们涂掉 其实不是他们长官 是我叫的啦 我叫他拿掉 为什么 他那个是恐怖组织啦 对不对 他叫我们去当兵很可恶 我账一定要算 你们有没有当兵 我们一起到时候要钱 看一个月要多少钱 他要赔死我 我没有骗 现在先不要跟美国说 美国他会怕 我要赔那么多 还是保持中华美国不要不要不要 现在都不要讲 反正这个事情你们会提醒我 我们要 我跟你回答这样可以吗 等一点时间啦 下一次你来受训的时候 或者来的时候 你会很高兴告诉我说 涂掉了啦 我没有骗你一定涂掉 我讲话一定没有错 我补充一下 那个我在正好在住在潮州那个跳山场旁边 所以我很注意那些部队跳下来的 没有看到一个有鸽灰的 还有他们跳下来以后 要用大卡车大军车要载回屏東机场 那个大卡车以前的大卡车前面那个保险桿 或者是隐情盖那边一定有一个国徽 没有 我还绕到旁边去给他照相 也没有 再绕到后面 也没有 通通没有国徽 OK 你放心啦 我告诉你啊 这个事情我们不是现在才宣布啦 我在半年前我就宣布了 我老早帮他宣布说你要涂掉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三年前开始写信 我跟美国总统讲 你如果再不叫中华民国解除的话 我要检举你是赌职啦 你占领台湾怎么可以叫我去当兵 我当的是什么兵 当的是中华民国的兵 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 你叫我当中华民国的兵 你希拉蕊不是讲那个恐怖组织三个条件吗 第一个不是国家 中华民国不是国家 你美国讲的嘛对不对 第二个有武器 你美国卖给中华民国武器啊 中华民国也有武器啊 第三个就是在当地征兵啊 这恐怖组织的三个要件 完全吻合中华民国 所以他现在向中华民国的武装夺走 把它拿掉 因为他拿掉以后跟民政府怎么样 一样的嘛 接着下来是什么 税金他在收 那我没有税金怎么办 你美国政府先补贴给我嘛 所以我们会同等地位啦 你放心啦 绝对的啦 还有没有问题 你有问题都可以问哦 什么问题都可以 很尖锐的都可以啊 我都可以回答你呢 教老公那个 你没有看那个公民权利法案啦 公民权利法案有规定啦 就是说 其实这个我明天课会讲的 一个有国籍的人 跟没有国籍的人结婚 他的小孩子是什么 有国籍啦 台湾人因为没有国籍 所以嫁给中国人 或者娶中国人 他是有国籍的 孩子就是有国籍 所以那个孩子不能称说 他是原住民 可是呢 这个情形我们会考虑 就是说可能要等到一点时间 等到台湾人有国籍的时候 有台湾籍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那你放心 我们会按照那国民权利法案 上面都有规定 你可以去那 念一念好不好 那个呢 以后大家会想要娶原住民 来当老婆 或者是嫁给原住民 当太太一定很多啦 我没有骗你 因为我是希望说原住民的人口 有46万至少要变成120万 一定要让你们变 让你们每天生小孩啦 然后政府给你补贴啦 生一个给你100万 你生不生 好 一个100万你就生 要补充到120万 不过喔 我不是叫你生啦 叫你的孙子 或者儿子啦 你的野心那么大 我不是叫你生啦 我先讲喔 我再讲一下可能我要规定说 几岁以下才可以生啦 不过当太太你要跟她 你要对太太越来越好 你对她不好她不生 我没有骗你 你不要以为说你要她生就生 但是生一个我在想说 至少应该给50万或100万的补充 而且保证你说一定念完大学都免费 然后帮你找职业 这样你还不生吗 生不生 所以马上要 你生什么 你已经几岁了 真的 我是真的 我的变望 我们的高沙 高沙族的朋友 我希望人口 要赶快把它变成120万 这是我内心的希望 我们要补偿啊 这个原住民 对台湾的这个过去的贡献 来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台湾这个拿台湾公民身份证的人 要不要缴税给他 你问的非常好 这个问题我们还在跟美国谈判中 那个美国现在是有先要给我们预算 我们会有预算 这个预算我是不能开不能在这里讲 因为那个是秘密 但是给我们的预算应该是够的 要不要缴税 这个问题呢 我们还跟美国还要协商 就是拿了我们的身份证以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不交那个中华民国的税金 这个应该讨论 因为中华民国早晚要结束了 他已经百年了 百年你听得懂吗 百年就是死了 他已经百年了 因为我 我听很多项命的都讲说 奇怪 中华民国应温没有一百年 我看越来越准 越来越准 来 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美国人 他 我们是现在建议他当首任的总督 HIGH COMMISSION 其实现在CIA的所有的头都在增的要来台湾 为什么 从AIT最小的那个 那个差不多村长级的 变成总督 哇 跳得很快 AIT以后会变成总督级 现在美国的CIA的那些干部都在增这个位置 放心啦 台湾人要出头天了啦 来 还有没有问题 我谈到那个车牌跟那个摩托车牌喔 如果在 在行的话 被警方淋检的话 那这个要怎么处理啊 谁要负责啊 我其实啊 有关摩托车牌跟那个汽车的车牌喔 我已经讲过我不鼓励了 可是我不反对了 你要拿那个牌 你要去拿一份的判决书啊 就是 那个在那个 那个叫什么 板桥地方法院的判决书 你要戴在身上啊 那个板桥的那个判决书上面 就写的很清楚啦 你如果没有那个判决书喔 你马上贸贸然然去挂那个车牌喔 你会被那个乡下的那些小警察找你麻烦 那你有那个判决书以后啊 如果他把你攔下来 你就把判决书给他 你说你看一看 我用这个车牌 别人用这个车牌没有罪喔 啊你如果想跑法院的话 我可以背你一句跑啊 他还要跑法院的 那我是建议你说 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啊 不要跟中华民国对抗 我已经讲过了 不是说我要负责 其实 在板桥发生那个事情 也是我去解决的 那个情况是这样 他一样他挂的USMG 他挂的是0808 那后来警察就南下他了 叫他下车他不下车 那个驾驶员不下车 他名字叫做杨洋龙 是我们的成员啦 后来动员的五六个警察喔 应该这样拖出来 拖出来就把他移送 移送那个桃园 那个板桥的地检署 移送板桥地检署以后啊 那个检察官就问他话 啊问他话的时候 他就一直他都什么时候 他就讲一句话啦 你要问我 你把我的老板找来啊 他说你老板是谁 AIT啊 AIT的处长是我的老板 因为USMG嘛 结果那个检察官 都不晓得干什么办啊 也问了一些话 后来呢 问一半的时候 这个检察官啊 忽然间离开这个位置 离开位置回来以后啊 没有讲第二句话啦 回去回去回去 哎 他说等一下 我要签字啊 你为什么叫我回去 他不回去 他说我要签字啦 他说不用啦 叫法警把他赶出去啦 结果过了一个礼拜以后 不处分的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不起诉的那个处分书记下了 所以你如果要 真的一定想挂那个牌 想要省那个几百块的话 你那个判决是要带在身上 啊有人 后来在这个高速公路啊 也有人 挂那个拆牌 被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高速公路的警察拦下来 拦下来以后呢 他就跟警察 他也是讲得很囂張 他跟他讲说 你想跑法院吗 警察说 你很大胆 他问我这种话 他就给他看 你去看一看 警察看一看以后 没有讲第二下 还给他 走啦走啦走啦 回去了 因为他被燃下来 打电话给我 他就马上打电话给我 所以我告诉你 我不喜欢说每天在处理这种事 所以呢 我跟你讲 你如果 不要我每天处理这个事啊 你最好怎么样 那个 法院的那个 那个判决书 你有没有 你没有的话 你就不要弄那个牌子 你如果拿到 其实要弄那个牌子 很简单啊 你找那个 我们那个法务大臣 其实我们法务 现在这一段不要录音了 王先生这一段不要录音